-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三个人的比赛 - 三个故事 - 那么今天我们要聊点什么呢 - 我们来聊聊去玩巴西之后的故事吧 - 给大家分享一下 - 好呀 - 然后呢我们就回来拍MV打歌了嘛 - 然后我们拍MV当天呢 - 大家也是一点也不累 - 大家都非常的有热气 - 欢迎怎么就飞你头上了 - 现在只会找香香的人 - 下五个说点 - 你说点我说点 - 去说韩国大哥吧 - 韩国大哥也是 - 算是我人生当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吧 - 对于我个我个人来说 - 给我带来了很多很多不一样的这个人生体验和感悟 - 我们在这次韩国大哥呢也是 - 得伤所愿啊和我们的 - 小师妹 - 还有我们的很多很多的一些前辈的各个姐姐们 - 包括一些后辈的各个姐姐们 - 都一起拍了challenge - 然后大家一起互相交换了联系方式 - 约着吃饭或者干嘛之类的 - 当然这都是子豪 - 几乎是子豪哥一个人的功劳 - 怎么说吧 - 算是比较新奇的一次体验 - 因为毕竟我们从初到开始在想着 - 有朝一日可以去韩国去打歌 - 因为 - 怎么说吧 - 就是当时大家也都是经常会关注我们 - 在韩国本来也是在韩国练习 - 叉子吃冰淇淋 - 我想问有人不吃酸黄吗 - 你就用了叉子给我勺子 - 都不吃 - 你就用叉子走了 - 没事 - 用叉子还不能吃个冰淇淋 - 然后最开心的还是见到了 - 也是我从小喜欢到大一个哥哥 - 也是我从小喜欢到大一个哥哥 - 一直到现在 - 包括就是我很多的社交软件也好 - 也好干嘛 - 壁纸啊 背景啊 - 都在用太亨老师去当做一个背景 - 然后真的很喜欢太亨老师 - 第一天呢我们去的是 - 然后那个也是我们第一次打歌 - 相信大家从早到晚心里都非常紧张的 - 除了我以外我从来不切成 - 你俩说说话 - 你俩跟个石像一样 - 左青龙又白虎 - 红buff 蓝buff - 我第一次去那我还我们 - 我 李子豪出样还迷路了 - 哦 是吗 - 因为没想到进去那旁边不是有个大门吗 - 直接里面就是一人休息室了 - 哦 原来这样 - 后来找到你们了 - 然后非常开心 - 哦 好炸 - 在休息室里都做了些什么呢 - 大家就一直都在 - 巩固舞蹈 - 然后有开嗓的 - 我们也一直听着别的益人在开嗓 - 这各种各样的叫声 - 呱呱呱呱 - 给大家讲讲我们这个打歌的这个流程 - 先是彩排 - 就拿第一天举例吧 - 先是彩排 - 第一遍就是 - 所有相机都先拍着 - 什么摇避什么 - 先不动 - 然后整体先从头到尾拍一遍 - 然后带着我们自己的名字 然后让导演们 摄像老师们都认清一下谁是谁 然后他们已经设计好了这个相机要怎么做这个动向 然后第二遍就是摘掉名字牌 整个摄像机按照正式的直播也好 放出去的这个视频也好 就是完整的来一遍 包括ending的相机也会跟你确认好 跳完一遍之后你就下台看这个 去看自己哪个镜头没有捕捉到 然后你自己修改一下 如果是预录的话那应该就是结束了 录跳两遍就结束了 然后直播的话就是等到下午现场去跳现场的时候就放歌就去跳 然后机会啊什么的 包括ending 都是跟彩排的时候一样 呃那我来讲讲我们回来之后 去的罗蒙吧 没有上回啊 中间上回 啊我们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们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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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许笑 我说的时候不许笑 因为现场人也是真挺多的 我比较想说重点是那个泼水的环节 这次大家的活力很大 弹药充足 觉得下次可以一人穿个雨衣 还真的我应该搭把伞 我是有两个伞 我这样夹着了 但是我觉得下次可以多来几个伞 然后多来几个雨衣 我就是一回头一泼水盾 然后我那天不是有卖力肿吗 然后我就尽量护着点这个眼睛 但没想到每一次都精准的弄到我眼睛里 都怪你 没有那个意思 什么意思你 就是不能惹我笼子 我觉得下次去现场的boss们 也可以给自己背个雨衣 对 我们在这个洒水的时候也具体看不太清 这个水落到了谁身上 所以你就防护一下 咱们聊聊微博扫楼那天的事情吧 那天有什么好事 偶尔的事情发生吗 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就是 就是让我记忆比较深刻的是 就是在随机舞蹈嘛 因为我那天我 是这个这个状态问题稍微有点舍恐 也许换一天我就不会那么舍恐了 但不知道为什么那天可能就状态吧 就那天爱人的属性高达93% 确实那天是有点太爱了 就随机舞蹈的时候我就站在后面了 后面有一个那个在工作的哥说 你怎么不跳 说我跳的没那么好 他说你跳的挺好的 然后他就说你跳吧 然后后来我就去前面跳了 然后他就看我 后来他问我叫什么名字 我说我叫贺辛龙 然后他就先去搜了一下 这个点还让我记忆深刻 觉得一哥一眼就看中 哎呀这孩子有前途 我觉得龙温不是S级 他是S S级 3S是你 嗯 我是我可能也就 CD吧 呃然后那天 就是 咱们 这个 书彥 是第一次贴这个寸头跟大家见面 然后也是让大家挺震惊的 嗯 很多哥姐都认不出来是谁 真是 刚刚我还看了那个照片 就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在定制而返的这个过程 我们觉得呢 是不是 我觉得我们觉得你说的对 来分别给大家说一下 江老哥先说 自己是怎么样设计啊 设计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哪来的灵感啊 自己说吧 我是因为因为我喜欢蝴蝶 然后我叫贾韩语 所以说我在耳边上出现了蝴蝶和贾韩语 然后全的颜色就是波瑞色的颜色 哇 队长果然 那你在设计这个字体的时候 是用了什么样的 那个名字的那字体是之前我一个朋友给我写 给我画了一个我的名字 然后我就直接拿过来用了 哦 征求本人同意了 哦哦哦 我还没有什么好运啊 我当然就 他还没做出来 就他都没有做出来 对我还没有做出来 你没没没没定好是个什么样的吗 一个白色一个黑色 然后上面是那种星空图案 它会有那种亮晶晶的那种感觉 然后 会有小星星吗 左边是个外 右边是一个 是随于克罗辛的 大家知道我比较喜欢克罗辛的 这个颜色你们是有什么寓意吗 还是就单纯喜欢这个颜色 我觉得比较好搭配吧 因为我们有可能就是不实战什么乱七八糟的颜色的头发 或者戴什么帽子 我觉得黑白就是百搭一些 我是一黑一红 嗯 然后设计的字体就是 一个是中文繁体字的那个龙 我相信各位朋友们应该知道 就如果我要是定制什么东西的话 一定会把自己的名字写上来 然后这个颜色我相信大家也可能会猜到 就是黑色 那为什么弄红色 因为我小时候就喜欢红色 就是小时候买玩具车 标吉利的 小时候没有那个想法 就是单纯喜欢 这样吧 我我们三个玩一个小游戏 行 你们俩先来 我搭你们 你们谁先叫腾 谁是我 好不好 那我们本期的我们这个比赛随道 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